陈老师非常详细地 我们讲了书法语言 我们可以看看最后几句 军门生九重 坟墓在万里 也你枯涂穷 死灰吹不起 我们在看这几句的时候就在想 这是那个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的苏东坡吗 其实苏东坡这个人 他的人生可以以乌台诗案为界 分为前后盼然有别的两部分 前一部分是什么 意气风发的苏子瞻 你看他当年21岁就考进士 然后一举高中 他的仕途本来是顺风顺水的 但是后来不就出了乌台诗案了吗 流放黄州 他是原封三年到的黄州 你看那个时候心情非常不好 让他写词写什么 简尽寒之不肯提 寂寞沙周冷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孤鹤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是没缓过来 写什么呢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还是不行 然后到 以你糊涂情 死灰吹不起 他说我是死灰 已经吹不起来了 但是也就在这一年 苏氏发生重大转变了 这转变怎么来的 我觉得跟我们唐朝的大师 白居易有关 白居易是一个乐天派呀 白乐天嘛 所以写了很多很闲适的诗 他就学这个白居易的什么呢 无论海角与天涯 大抵新安 吉世家 住雪塘 然后开东坡 苏子瞻远去了 苏东坡就起来了 所以才有你开始说的 灭奴交 大江东去啊 那个心情一下子豁达了 他再后来呀 其实人生依然是颠沛流离的 但是呢 他始终能够以一种 非常乐观的心境 去面对它 所以才有一生回首的时候 写那句诗嘛 温如平生工业 黄州惠州丹州 这就是苏东坡 太了不起了 尤其是当我们越知道 他当年身处黄州 有多么的悲凉 就越觉得 他的乐观 是多么的伟大和不凡